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天爺 我問你喔 如果一個女生 主動約一個男生 到家裡來約會的話 是什麼意思 這只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 怎麼可能呢 什麼Where 第二個 劫財 他就是想要回去見爸媽 想要我跟他固定起來 然後找一個長期的飯票 就是這兩個可能 你早上是不是沒有吃藥 吃過來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見爸媽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是不是 但是見爸媽很麻煩嘛 因為你要帶伴手禮 一定要帶禮物去 那你會帶什麼 不可能兩串香蕉過去嘛 對不對 那就是買什麼原本山海苔 還是買一些那種 可是因為通話街趙又婷要過去 可能要幫他們準備一些穩脈 就是一些 我覺得你自己才有準備一些藥 這倒是比較正確的 那不能這樣講啊 那如果說好了 一個男的約你去他們家 喔 那代表了什麼 喔 那還用說 那當然就是看奶奶囉 什麼 在講什麼 長輩啊 誰無奶奶 誰無父母 拜見高堂 對 好 這樣子 這樣講我們就懂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突然約你去他家 一定有一些含義 有鬼 今天要把他釐清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請到了 在哪裡約會都是一樣帥氣的美麗 表裡如一 你相信嗎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當然 出外是帥哥 回家變胎哥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六位 大家好 交往久了 約會的地點會從戶外移至家中 而在家約會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 到底該如何做才不會安居 並且能讓彼此的感情更加升溫呢 大家覺得交往多久 約去家裡約會是正常的 大家型男們可以寫下白板嗎 寫下白板啊 那杜麗妮可以寫黑板 那你們先寫 喂 我們先來問藝人朋友 來 我們先來問一下 嘴唇發紫的楊皓如 這是時尚好嗎 你是被白布蛇咬到對不對 對 我覺得時尚 白布蛇 你趕快跟我聊我等一下就要往生了 對 你說 沒有啊 我覺得男生 我會有不一樣啦 男生約我去他家的話 兩個小時 我是隨摳隨到 隨摳隨到 不用算什麼幾天幾小時 都不問說 欸 上去有什麼事嗎 不用不用 你要約我我就會過去 如果今天晚上比如說你跟 你跟郭欣在夜店認識 喔 然後他立刻邀你去他家你OK 在夜店認識這不算啦 郭欣喝太多囉 主要就是朋友或是認識的男生 我家有解毒的藥可以給你吃嗎 我其實沒有太限制 但是我自己的家裡 幾乎是不能過來 我現在好像只有我老公 進過我家耶 在交往前 其他同學不算喔 因為生人物近嘛 什麼生人物近 你家有這麼保護你的家喔 對 而且通常男朋友 都是只能送到我家巷口 他們會連我家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還蠻搞過我自己家的 他就是那種會騙人家住豪宅 然後其實是住在那個地方 哪有喔 戲劇就這樣子了 弄到信義之星門口 自己又搭向山捷運又回去 是不是這樣 這樣搞到你看 太遠了 你看忙到我腿腿都發了 信義之星外面不是向山站 那郭欣呢 我覺得男生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像我覺得 不要超過一個月吧 一個月內應該就會說 來家裡面坐一坐這樣 來家裡面坐一坐 坐一坐 坐一坐 坐在身上嗎 是不是 坐在你身上嗎 不是啊 你交往一個月之內 邀請人家去家裡坐就幹嘛 人家家裡沒沙發嗎 夢多上次就是講這一句 被告的耶 哈哈哈哈 真的嗎 對啊 告得很久 去男生家還好吧 而且在家又很自在嘛 很方便 對啊 多方便 對 就在家 因為家裡什麼都有 舒服還是舒適 都會舒暢 謝謝小良哥 牙哥呢 我差不多是大概一個月左右 不管是去來我家或是去他家 差不多 就是真的是一約會到沒地方去了 對 就開始走向前的路線 市長你不用買什麼喝飲料 低消這些有的美的 而且兩個男的就打電動而已 哈哈哈哈 還是要打大老二也可以啊 還是唱國歌 聽聽外國朋友怎麼說好不好 我們就是 今天都是 你們都是 你是剛從監獄放出來是不是 我也不是嘛 我是已經出來了一陣子 所以我不是在裡面啦 我已經出來了一陣子 佩德羅是穿橘色的嘛 是是是 一個月段馬來說是在 就是Dating的狀況底下 之後 再會考慮到要不要就是對方的家 去多認識啊 多了解 嗯 所以大家真的都是一個月的 一個月啦 你是說去他家還是來你家 都可以啊 都一樣啊 節奏那麼緊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省錢嗎 就剛才說啊 舒服啊 哈哈哈哈 什麼啦 就家裡一定比外面舒服啊 哈哈 對啊 那杜莉言 就是我覺得這些男生都 第一次也可以 下流不要臉 哈哈哈哈 第一次是說第一次見面啊 沒有 就是第一次約會 也可以在家裡 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要想好在家裡約會 都是不會有別人在一直吵你們 或是 第一次耶 第一次啊 第一次可以嗎 第一次啊 蛤 我覺得美國人都是覺得 美國人真的好變態 哈哈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為什麼 我原來是日本人 我覺得為什麼你有投資 投資一個羨慕的眼神啊 沒有沒有 第一次就可以約來家裡 可以啊 就是比較方便啊 就是可以省錢 那父母前一天要趕走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不用想要去約哪裡 然後就比較省錢 然後你覺得沒有 就比較隱私吧 對啊 而且你第一次就可以看對方的那個 想要知道對方的隱私 沒有 你可以也知道 對方乾不乾淨 或是他有一些生活習慣 對方乾不乾淨 家裡有沒有整理好好的意思 真的 哦 因為如果你覺得這個人 你不喜歡這種很亂東西 房間很亂 那已經去他家 看到他家這麼亂 你可能不會跟他講話 可是真的第一次 就不想浪費時間的人 可是第一次真的很快 因為你也不知道這個人的個性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變態 對啊 然後你就要邀請他去家裡 然後知道你住在哪裡 也不一定 看到小良哥的臉 你就知道 變態 欸 不能這樣講啊 第一次到家裡 到底是要幹什麼 那我們問一下 變態 不是 不是變態 夢多 夢多不是變態 我是看情況 一天或許三個月 這個也差太多了吧 不是不是 一天的話 如果就是我女 就是家王的那個 對象就是 一個人住 就 趁虛而入 一天就可以去 哇 但是 有爸媽的話 爸爸媽媽的話 就三個月 嗯哼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先爸媽了 為什麼你們表情很奇怪 一直在幹嘛看我 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呢 去對方家 就是對日本人來說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為了結婚 的方向 對 對 所以就是 一定需要三個月 但是如果他是登場 就還沒在一起去 也無所謂 我覺得在西班牙 如果是女生 是 第四次順利的話 他就會想要去認識父母 因為女生比較會想要 征服那個男人 就是 你說以女生的立場是不是 對 女生就會想要認識父母 但是男生的話 never 就是盡量 盡量不去 那我問你 你多久認識Stacy多久 你才邀請他到家裡做客 是美曲不好意思 我調情 你會不會想太久 不是 因為我們結婚已經兩年多了 之前又交往兩年多 你這個我自己想不起來了 你 怎麼會想不起來 第一次邀請他到家 那他邀請你去他家呢 沒有 我是有先約在外面吃飯的時候 有爸爸媽媽 後來才來家裡做客 你們第一次見面就有爸爸媽媽嗎 不是 不是 我是說 沒有 他沒有說說 譬如說交往一個月 兩個月以後 然後邀請他來家裡面 沒有 我們是先有跟爸爸媽在外面吃過飯 然後才來家裡做客 是這樣 第一次去對方家約會的時候 你會特別注意他什麼地方 像我的話 我就會比較注意廁所 因為我曾經有過一次 就是我跟我那時候那男朋友 就剛開始交往一陣子 然後我知道他跟他前女友分手 然後他就是心情很不好 然後因為他跟他前女友 是完全是撕破臉的那種分手 然後有一天就是要去看電影 然後他就說 那今天就是他覺得怕電影院裡面冷 他就幫我回去家裡 幫我拿一件外套 我就想說好吧 那就順便去你家借個廁所 我廁所門一打開 我真的是嚇瘋了 迎接我是一件紅色 丁字褲跟紅色的胸罩 就在我面前 就門一打開 這麼火辣 然後我想說 這誰的 你不是自己住嗎 因為那個男生他自己住 他自己住耶 哪裡來的 而且一定不是你的 你都是阿嬤型的 這不是我的 因為我第一次去啊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想說先上廁所 我就上完廁所之後 回頭要拿衛生紙的時候 上廁所回頭拿衛生紙之前 還要先試穿看看 試穿什麼啊 想說是不是自己留下的 還要送給你的禮物 不是 然後就轉頭 有衛生棉 自己住的男生為什麼家裡面會有衛生棉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 姐姐嗎 然後我當下也沒問 然後我就離開他們家 我們就要去電影院路上的時候 我就問他 他說那是 我剛在廁所裡面看到那紅色丁字褲 是你有收藏這種怪癖喔 我就還先幫他找樓梯下來 然後他就說 沒有 那是他前女友的 因為他們就是分手分得不歡而散 他也不想去動那些東西 他怕要是他把他收起來 給他前女友 他前女友會不高興 他就講了一些這種爛女友 什麼意思啊 衛生棉要算那麼久 當他們已經分手三個月了 然後東西都留在那裡 都沒有 但是說那一套 那衣褲 丁字褲是誰的 我媽的 衛生棉是誰的 我媽的 你媽還在用衛生棉 我媽身體好 怎麼樣 你去問我媽 好厲害 不好說 這種話你說得出口 你說得出口 不好問伯母 沒有 所以我就特別在意廁所 就是會不會有這種 譬如說單身男生 還有譬如說那種雙 兩個牙刷那種 對 不該出現的東西 或是女生的藝毛刀這種的 對 真的 因為我也是追了一個 就滿漂亮的一個女生 然後她一直都是很忙 就是很難約到她 所以我一直都在 在懷疑說 是不是有很多男朋友 或是很多男生在追她或什麼的 那後來我們是交往了 那我第一次去她家 那也是就是 特別去注意她的廁所 然後在廁所裡面就發現說 三支牙刷 然後男生的刮鬍刀 我就覺得很奇怪 男生刮鬍刀還好 因為有時候會拿來刮椅毛 我就問她 她就是說因為牙刷 她是說因為她沒有丟 然後她也是覺得 可以拿來就是吸廁所 對啊 然後關虎刀說就是 用踢腳毛啊什麼的 而且有些人當慎重 她可能分早中晚啊 所以我就是 有沒有那麼慎重 對啊 她說這句話 那我也是不知道 到底該不該相信的嘛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她的電腦啊 我發現說她的電腦的桌面 也是就是她跟一個 就是她的男朋友在親的一個照片 然後因為也是 知道說很近的 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剛好是就是過彎念的 然後就是 再看到就是 有寫那個 這個那個年份在那邊 所以知道 這個是才幾個禮拜前的一件事情 沒有想到 你在苦搖裡面發生那麼多事吧 對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行為 比較屬於女生會做的 因為男生我們通常去女生家 很單純的就想要 開心不會注意那麼多事 開心 就是女生心機比較重 就會比較像你 像一個偵探就在檢查 什麼都要檢查 像我前女友第一次來我家 她就第一個把一條浴巾放在那邊 掌控那個空間 就是不太讓別的動物 進來那個空間 動物 什麼動物 然後她就會去看我的電腦 有沒有設定密碼 然後叫我出去幫她買東西吃 然後趁那個時間 先去看我的電腦 然後看到我跟之前的 舅前女友的對話 我回家帶那個吃的 還要跟她說對不起 她鬧脾氣 然後說 就是 她侵犯我的隱私 侵犯我的空間 我還要跟她說對不起 女生的心機真的是超重的 像那個我們日本人 就是要去對方家 特別注意是他們家的門口 因為日本的門口 跟台灣的門口不一樣 就是不是不一樣 日本的比較傳統的門口有沒有 就是不是那個家的門口 就是很大木頭做的對不對 如果他們家這邊那個門口很乾淨 超大的話 意思是她家裡很有錢 我有一次 那個第一次去 就是在一起那時候半年多吧 去女班有家 我覺得這個女班還不錯 那想說好不好就是 要還是 跟爸爸媽媽碰面一下 我很緊張喔 所以我就是買了很多很貴的水果 就是九州嘛 九州那邊就是很貴的水果 就是兩箱吧 然後過去 結果到她家門口 你知道嗎 比這個電影更大 像那個胸邊床一樣 就是很大 就很傳統 想說 哇是不是她家是做海道 因為很多海道是這樣做的 然後就是 我那個安電裡 就是還進位包過來 就幫我開門 然後我還迷路欸 他說 吃著然後左邊右邊 欸我不知道我現在到哪裡 還打電話 她來接我 然後一進去之後 哇天啊 這個 天房一樣 就是 那個女班就在嘛 我進去的時候 看到她的那個桌上 欸 都是超貴的水果 因為我們宮崎仙的那個 一個芒果 就是一顆她開 這一櫃的時候 一顆三千塊 台幣喔 一顆 欸這麼貴 就十個以上 那個還有 那個水米桃 什麼都有 然後問題是 我一進去的時候 跟老虎姨某一樣 很大吃的狗狗 我也是被咬死欸 那她就是很大吃的狗 很乖 那但是我一進去的時候 真的沒想到她那麼的友善 但是是好事 你到底都跟什麼樣的女人在一起 她是 她爸爸是一個 就是開公司的 就是大成功的一個名人 你幹嘛跟這個人翻手 你這個笨蛋 對 對啊 是她要跟 孟多芬吧 你繼續交往下去 你有多少三千塊的芒果 可以吃啊 不是啦 但是你看 這樣子那個家族館不一樣啊 那一天我們去買東西 欸 他們不會看價錢欸 欸這個 再理到這裡 平白喔 全部都買 然後後來 我們發現合不來 所以我現在 如果跟那個 日本人交往的時候 我很注意看門口 我看到很大的門口 我會害怕 心裡不要準備 欸但你這麼愛看門口 你要不要去當警衛啊 哈哈哈哈 又不是工作 我會認識你 我會的 如果真的 非常緊張 我會認識你 你這張 或許會 解鎖 你 stes 來 我們 有一位 工程 我 我們